郑爽的学生装,赵丽颖的学生装,刘诗诗的学生装,都不及她一半美。 郑爽经常在影视剧中饰演学生妹的形象,清纯的面容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 她在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中与张翰搭档默契,善良可爱的楚雨勋也深深地映在了观众们的脑海中。 郑爽的学生装,赵丽颖的学生装,刘诗诗的学生装,都不及她一半美。 生活中的赵丽颖是个调皮可爱的萌妹子,而戴上学生装的她仍旧是非常有灵气。 红色的外套给观众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,而兔舌头的表情非常俏皮,也很聊人。 郑爽的学生装,赵丽颖的学生装,刘诗诗的学生装,都不及她一半美。 刘诗诗的气质端庄优雅,平日里就能够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。 而换上学生装之后的她,就更加美丽动人。 而且刘诗诗的颜值倾国倾城,在上学的时候肯定也是校花级别的女生。 郑爽的学生装,赵丽颖的学生装,刘诗诗的学生装,都不及她一半美。 虽然前三位女星的学生装都非常的漂亮,但还是都输给了徐熙元的学生装。 她在《流星花园》中饰演的山菜玉角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虽然前三位女星的学生装都非常的漂亮,但还是都输给了徐熙元的学生装。 她在《流星花园》中饰演的山菜玉角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如今这部剧再次播出,你喜欢山菜这个造型吗? 郑爽的学生装,赵丽颖的学生装,刘诗诗的学生装,都不及她一半美。